刘少斌的前期说 当时他们夫妻来的感情 已经破裂了 正到离婚了 所以进行了结算之后 他就退出了公司 把账目交给了新来的会计 这款的解放 然后他做到那些工程 拿过来充 他跟养五营给他对账 你看嘛 对到人里 养五营就是你离开之后 对 会计 会计 而这时候呢 哥哥拖欠弟弟的钱 有增无减 已经从十万元 涨到二五多万了 该报的也报销掉 该扣除的也跟他扣除掉 最后一笔笔算下来 就是这个数字 这一笔笔算下来 当时算的时候 刘少斌和刘少梁都在吗 他们两人都在 两人都在 而且有什么理论 当时就说清楚 当时就已经确认了 大家都认可 关于欠条的事啊 杨会计也做了证明 一句话 根本就没人胁迫他 哎呦 话已经说到这份了 可刘少斌对前面几个证人的说法啊 给出了全面的否定 我的前妻就我两个 一整体了还 有客户的凑分 他提供的东西 才能够做的 这是个派局 叫杨福音 他根本承认不了 强国们这种心理的会计 刘少斌的意思是 这俩人都靠不住 所以他们的证明也就无从谈起 那别人呢 比如说跟这兄弟俩关系比较近的工友们 是否知道这个情况呢 当时你算账过后嘛 当时我没参与 算账的时候没参与 但是算账过后 回到这边办公室 厂里面的办公室了嘛 我们三弟兄坐在一起 我算了有好多钱 中文算的有20亿万 哥俩之间究竟咋算的账 大伙不清楚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工程没少干 却始终没见着钱 他因为就是一个钱的问题 就是不跟着 就是这个方面的 一个人他有钱 他都不拉出来 想想也挺有意思啊 你说在这个大哥的身上 好像有一个自动回击的软件 输入的时候啊 凡是跟他不站在 同一立场的人呢 那输出的结果就是 他们都不是好人 用他自己的话说 向他讨薪的弟媳妇 是个卑鄙的人 跟他离婚的前妻 是公报私仇 而出来作证的那个洋会计 又是个没有专业知识的人 正所谓红洞县里 没好人咯 那这事难道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死去的弟弟能明目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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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手拐出的软件事